滚滚洪水冲毁路面 地面上还摆放着花束 加拿大东部魁北克与安大列省 暴风雨来袭 洪水泛滥 魁北克省庞地雅克市 一位72岁富人 连人带车摔进坑洞不幸死亡 连日暴雨加上春季溶雪 一千多栋房子泡水 还有上千人紧急撤离 魁北克省有三个淹水 比较严重的地区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800名军人协助救灾 民众赶紧堆沙包来应急 目前虽然与世暂缓 但是大量积雪融化 水位持续上升 洪水威胁依然存在 大约新闻旅方编译